嗨亲爱的朋友们 欢迎回来这一期文章的频道 真的欢迎你回来 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话题 就是钱 OK 那先来做一个测试 看看你到底需不需要提高你的财商 需不需要继续学习 OK 开始你的终身对于金钱管理 对于怎么样赚更多的钱的认识 那这本书呢 是《财务自由之路》 作者和小口浅浅那个作者是同一个人 叫做博多舍菲尔 为什么要说这个 为什么要做这一期视频呢 就是因为我去做了一下这个测试 然后我就被我的结果震惊到了 本来呢 我还觉得我自己还OK啊 赚点小钱是吧 存起来 哎呀 投资个小金库 OK 但是其实实际上做一下 我就知道为什么我现在处于我这个收入水平 我要是想达到这个收入水平 那么我还有多少功课需要做 如果说一会做完你的结果不怎么样 请千万不要气馁 因为知道了自己肚子饿的人才会去吃东西 在开始之前呢 你们能够看到这个比如说第一题 如何评价自己的收入 这里面有非常好很好好满意足够差 以及最后一个非常差OK 那是七个档 所以你就以数字 比如说一到七分 那数字低就代表差 数字高就代表好 OK 一分是最差 七分是最好 这个顺序自己来记一下分 那如果是需要你们 比如说一会有那种填空题 或者说是问答题 你就自己大概有个感觉 看看你需不需要这本书的帮助 OK 那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你现在没有达到财务自由 其实都是可以从这本书当中获得很多很多的帮助 因为他写的非常的平易近人 而且容易操作 具有德国人那种特有的严谨和实操性强 所以我很喜欢 每次看的时候就好像是他是我的德国导师 每次在跟我讲话一样 好了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吧 第一个你如何评价自己的收入 那这一题你要怎么去思考呢 那我认为如果说你现在只有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收入 什么意思呢 这里呢 如果说你有这份工作你就有钱 如果这个公司辞掉了你 你就没有钱 这种就叫做不怎么样的收入 因为你完全依赖于你工作的这个地方 那什么样叫比较好的收入 就是你有多个渠道的 有被动的收入 也有主动的收入 哪怕是你不工作 你光靠被动收入 比如说版权呀 这样书呀 作品呀 然后你的在线的课程啊 或者是房租啊 或者是专利的那些发明等等 这种 还有你的投资你的股票 你的基金 你这些分红 各个还有其他我不知道的 这些都叫做多个渠道的收入 所以你要怎么评价这一点 就你的收入完全不是你现在 比如说啊一个月给你赚三万块钱的月薪 你觉得不错 但是一旦这个公司不要你了 这种收入是不算好 ok 所以在这里呢 我给我自己打什么分呢 打两分吧 就是我有主动收入也有被动收入 我还需要一些更大宗的更稳定的收入 其实我是希望能够进军房地产这个市场 做一个有钱的包租婆 所以呢 嗯还有很多的空间需要去努力 第二个 你如何评价自己的净资产 ok 那这里的这个资产呢 不仅仅指的是你现在有多少存款 这存款呢 其实它不能够给你带来很多的现金收入 那真正的资产 其实应该来讲 是可以给你接着带来收入的资产 那如果你买了一栋房子给自己住 每个月要还房贷 其实算是你的负债 因为它每个月从你的口袋里面接着把钱掏出去 而不是放在你口袋里钱 这个是一个最基本的区别 所以很有可能你的车袋 你的房贷这些东西 本来你以为是你的资产 其实他们都是我们的负债 ok 所以我现在有什么资产 可以把我的在线课程作为资产 因为他们还可以提供被动的收入吗 但除此以外 我好像我的视频也算是资产 因为就算我不动 大家去看的时候 我还是会有流量的收入 但是其他任何需要 我再去主动去做的这种 就不能叫资产了 ok 所以如果你有房 你有有意的去投资一些 比如说股票分红等等这些 那么就代表你的渠道很多 你这一题就可以大高一点的分 然后第三个 你如何评价自己的投资 我的投资就非常的有限 只有像类似于货币基金 就是支付那个余额宝呀 或者是京东金融 这些年化可能就一点几 这种非常低 赚一两毛钱 一两块钱的这种 所以再加上一些基金的话 其实我只能说我的投资属于 一分 好第四个 你如何评价自己投资理财方面的知识 这个我想都不用想了 就是一分 我只是听说过什么股票啦 基金啦 但是具体怎么操作呀 包括我都不认识业内的这些人 比如说理财顾问呢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和他们去接触 包括会计师税务师等等这些 以后做的越来越大肯定需要他们 但是我现在只能说我的投资理财知识给打一分 然后第五个 你有周密的理财计划吗 没有 你确切的知道自己的目标 需要的投入和资金来源吗 这个确切的知道 这个是个关键词 我只能说不知道 这里呢 你也可以按照七分来算 因为它是从清晰明亮到完全不知道 我觉得我给我自己打个打个两分 嗯 OK 第六个 你有财务方面的教练吗 没有 如果说有的话 也就只能算是这本书 这个作者 他的各个内容 算是我的0.2个教练 我现在只能完全依赖于他 还没有一个现实生活当中的人 但是呢 我相信 我用心理法则 我 会找到一个符合我的情况的教练 激励我前置 OK 第七个 你交集圈的人 大部分人 和你比起来怎么样 是比你富 比你穷 还是和你差不多 嗯 我觉得大家就是和我差不多 或者是比我穷 其实我有一个非常不好的习惯 就是我不太喜欢和比我有钱很多的人 不太习惯和他们一起交往 因为我觉得会很不自在 嗯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前进路上的一个弱点 是需要被清除的障碍 你们有没有这种 就是你觉得如果一个人的等级比你高 或者说社会阶层 或者说他赚的钱比你高 你就会产生一种无形的自卑感 让你嗯 不是很知道怎么样在他面前表现自己 就有就觉得哎呀 花钱的时候会有那种比较拘谨的感觉 所以我其实不太喜欢这个样子 但是 宁做氛围不做鸡头 对吧 这个是我接下来需要克服的一个弱点 不知道你们如果意识到了以后 会不会也想要做一些改变 因为我们交集圈中的人 交往最亲密的那五个人的平均收入 差不多也就是你的收入 因为你周围人的一些认知 包括你主动去拓展的认知 基本上代表了你的边界 嗯 好第八个 你是否每个月至少储存收入的 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 嗯 在看这本书之前呢 我还做不到是否 或者是不一定 但是从现在开始 我能做到存储个百分之三十 或者是四十了 所以我还是非常骄傲的 你呢 第九个你是否定期的捐赠金钱 嗯 我不能说是定期 但是我现在会有意识的主动去给一些 比如说外卖小哥 媒团骑士 呃 快递 能打赏的一些主播 表情包 还有路边的一些小孩卖花 嗯 等等这些小的有的没的 我会给一些钱 然后包括什么水滴筹 看到有人在病床上需要钱的话 我也会比以前的我大方很多 就以前我觉得给几块钱 现在我觉得可以给几十块钱 就是其实代表是某种程度上 我放开了自己对于财富的那个闸门 只有当我能够自然的给出更多 才能代表我真心的相信有更多的正在来到我的钱包 好 好 接下来 你是否认为你应该赚大钱 是 oh my god 这个 嗯 我觉得是 但是我也没有想要赚那种倾国倾城的钱 我就只是想 过着想买啥买啥那种很舒适的生活 然后有一个自己的房子 然后还有一个房子用来出租给别人 嗯 就我没有想要过做那种特别全世界都需要我的那种事情 因为我还想雇我自己的家庭 对我来讲家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所以我觉得我赚的钱嘛 对我来讲一个月赚五万 赚十万 就现在的我看起来就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理想的状态了 就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你赚五千的时候 会觉得赚六千很难 但是如果你赚一万的话 你就会觉得赚一万五很容易 然后你要赚三万的话 你就觉得赚五万容易 你要赚五万容易 你就觉得赚十万容易 就是你越往上这个量级 它的翻倍就越快 因为你的路子越多 你的认知的边界就越扩大 对于你来讲 翻倍和升级就会变得更加容易 我个人就是这样觉得的 所以应不应该赚大钱呢 我觉得五万到十万 是我的理想月收入税后 嗯 好了 因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宽泛的 就是你要是给信立法则许愿 其实是不应该这样许的 因为这就代表我们自己非常没有信心 给了他一个很模糊的订单 OK 但是我现在自信心还没有上升到那个阶段 所以我给不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这代表什么呢 我需要去提升自己的自信 这是第一步 好 第十一个 如果不再有其他收入 你现在的资金够你生活多久 哇 这个问题真的是 嗯 我可能能生活个三个月 Oh my god I know 因为前面做自媒体的十个月 我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自己的商品 只是靠平台的流量收入其实是非常有限的 所以现在的钱是从前面几个月开始慢慢积累的 但是因为北京的房租呢又比较贵 嗯 就算是我和小明平他 我们每个月也要将近三千三 每个人的房租 啊不对 三千八的房租 所以这个就已经很多了 嗯 OK 下一个问题 你能计算出你什么时候可以仅靠利息就可以生活吗 不能 嗯 这个呢是这本书后来会教你的 这本书已经读完了第一卷 它总共有三册 回头会带你们一起看一下 第十三个 如果你今后五年的财务发展状况和前五年一样 你会满意吗 当然不满意不满意不满意 第十四个 你知道自己关于金钱的真实想法吗 你知道吗 Do you know that 嗯 我只能说知道一些 所以这里其实是他想问关于金钱的潜意识 你对于金钱到底是张开双臂去迎接 还是你其实内心里面对金钱是有抵触 觉得它是一种丑恶的肮脏的 或者一种金钱就是铜臭味的东西 你是怎么理解它的 就简单的一个测试 嗯 你帮了别人一个忙 然后别人为了感谢你给了你一笔钱 这个忙呢 其实你非常乐意去做的 你就顺手一帮 人家给你钱的时候 你是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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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呀 我们做个朋友嘛 不用钱 你是这种感觉 还是你就非常自然的把这笔钱接过来 其实就能代表你对于钱的真实想法了 因为你以后自己去做一些你喜欢做的工作 然后你去要你薪资的时候 和这个其实是一回事 所以在你心里面 钱是不是等于一种不太好的东西 因为我们俩关系好 所以我就不能问你要钱 你是不是有这种想法 如果是 我觉得现在可能你的日子会过得比较 没有你想的这么富裕 因为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在把钱推出我们的生活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是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 然后我也在慢慢的修改 我这一条钱意识 就是钱它只不过是别人的谢意 别人的能量的一种形式 本身它并没有什么不好的 不代表给你钱 就好像是我们的交情要远一点 它只不过是另外一个人表达的一种形式 本身并没有任何问题 你想想是不是 看这个小花 好不好看 那这是假花 萨古鲁说假花之后 你东西是属于没有什么能量的 但是这个是我看了它那一期视频之后才买的 好了我们继续吧 接下来 你会如何描述你的财务状况 嗯 我的财务状况呢 属于自由职业者 我的收入来源有 有视频 有课程 有 辅导 然后 还有一些 小额的 基金的回报 还有一些利息 嗯 然后我花钱呢 现在我已经学会了 比较 比较克制 直脉那些需要的东西 尤其是现在 你看那些小红书呀 或者是B站呀 就是 很想 把女生 全 上 就是从头到尾 武装的 都是名牌 那其实很没有必要 就是那些真正精致的 女孩子 你想起她们的时候 想起来的 不会是她们拎的什么包 穿的什么鞋 最主要的你会想到的是 她们的毛皮 还有牙 就是她们的头发 她们的皮肤的质感 她们的牙齿 以及她们的气质和谈吐 这些东西是你真正能记得的 至于那些包啦 就是有钱的都可以买到 哪怕是欠着信用卡的钱去 去买回来一个包 这样子的 不符合本身气质的大牌 是没有办法留给人精致的印象的 嗯 所以 如果说你 怕 说自己因为买不起大牌的东西 就会低人一等 那么请在这里记住维多的话 就是 投资好你自己的毛皮和牙和这里 武装好这里 比什么都重要 你自然就会有那种压倒众人 目光聚集在你身上的那种资质 那毛和皮和牙 OK 我们来说一说 那毛和皮呢 其实最主要的是你 投到身体里的东西 也就是你吃的是什么 你的锻炼是什么 做膝怎么样 涂在脸上的那些护肤品 现在真的是要被夸到 被 就是被 抬价到这种天价 一瓶几千块几百块的东西 嗯 我个人不是很感冒 我是觉得一直是投在身体里的和投在头脑里的东西最重要 所以 供你们参考 然后 所以我现在的财务状况就是会攒下来更多的一笔钱 而且我会拿出固定的一些钱去时不时的去打赏或者是捐赠给其他的人或者机构 这个是我的一个新的习惯 嗯 好 第16个 如果让你自己为在财务方面定义的话 你会怎么定义自己 唐老鸭的舅舅 什么意思呢 就是手财奴 然后初学者 失败者 倒霉鬼 吸金磁石 成功者 嗯 我觉得我现在是属于一个初学者 稍微尝到了一些甜头 嗯 刚刚在学习一些 哎我的脖子为什么这么算 刚刚学习到了一些规则去实践 但是还算不上什么成功 就是初出茅庐 正在修改我的潜意识的模式 嗯 第17个 金钱在你的生活中更多的是一种帮助还是一种阻碍呢 其实我就现在我只能说它是一种阻碍 就想到钱的时候我觉得哎呀我有好多事情 嗯 做不成 因为我还缺钱 是这种感觉 但是从吸引力法则来讲 这是和富有相反的一种观念 然后我现在处于在认为金钱是一种阻碍和一种成功之间过渡的这个阶段 我才刚走了一两步这样 你呢 18 你了解基金吗 1分到7分打个分 不了解 我不知道要怎么买 不知道什么样才是有优势的基金 第19个 你了解股票知识吗 1到7分 不了解 首先我不知道怎么买 其实我对美股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然后我觉得特斯拉应该会有一个非常光明的未来 然后Netflix也会有非常光明的未来 但是呢 这些东西我都不是很了解 B站也会有非常光明的未来 嗯 如果每年可以拿股票收益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一件文赚不赔的事情 但是呢 I don't know how to do it Yet I need some help 好了 20个 你是否了解基本的投资准则并且运用 I don't know it 21 你认为金钱对你重要吗 重要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OK 这个是五分的题 OK 那这个题是一个骗子 就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现在认为金钱对你特别特别重要 那就代表你现在其实是非常缺钱的状态 嗯 就只有非常缺钱的人才会觉得金钱非常非常的重要 可是如果你就是经常来钱都不太眨眼的 你就已经把它当做呼吸的一部分就变成非常自然 比如说你问我爱情重不重要 然后我会说重要 但是好像也平时不会去想这个问题 所以它就变成了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你们懂这个这个这个逻辑吗 希望你们懂 每次我都觉得你们不懂 其实你们都懂 看来还是我低估了我的和你们之间的这个心灵感应 好了27 关于金钱支付和财务 你有什么观点 你有什么观点 在问你呢 关于金钱支付和财务 你有什么观点 OK 金钱 其实我以前我就觉得 嗯 帮人家忙或者做一些我喜欢的事情 不应该不应该收钱 啊 如果说没有做到特别好最好 那么你也不能收太多的钱 我总是会觉得我 嗯 不好意思 或者我觉得如果我价钱定的太高 别人就买不起 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就是因为我自己经常会看到一些高价的东西 会觉得我买不起 所以我就会觉得其他人都是这样的 所以你们也是 就不管我们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经济水平 我们都会有自己认知的局限的 就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可能买一双鞋2000块是正常的价格 但有很多人觉得买一双鞋1000块是一个正常的价格 那如果你是一个生产鞋的人 你在定价的时候 可能就不敢定到1000块钱以上 因为你觉得其他人可能不会考虑买你的鞋 但是那些生产4000块5000块的鞋商 他们是舒舒服服的做着工作 拿着非常丰厚的收入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觉得前面那个问题 你们还记得吗 是问你的朋友里面有多少是 大部分人是比你富比你穷还是和你差不多 如果说他们比你富 你对于如果说有一天你自己去定价 其实你就很有底气 因为你觉得世界上还有更多的人 他们是可以轻松的去购买你的这个东西 去享受你提供的服务 你就不会一想到 你就会觉得大部分人都紧巴巴的 和我一样 都是工薪阶层 我们每个月的收入固定就这么多 所以我不能要太多钱 这样的话会影响他们基本的生活 我怎么能做这样的坏人呢 或者我不能要太多的钱 因为他们还要去问他们的父母要钱 父母也挺不容易的 可是也有很多父母是可以非常轻松的 做着喜欢的工作 拿着丰厚的薪水 然后你做的这项服务他们又很需要 那为什么要把他们排除在外呢 可能他们看到一个定价过低的商品 反而会怀疑你提供的服务的价值 isn't that right yeah it is so right i tell you it's so right it's just the way it is ok 所以关于支付我有什么观点 在我学习吸引力法则 学习感恩以前 其实每次支付的时候 我是想着哎呀又少了一些钱 感到的是失望和对金钱把握不住的那种伤感 但是学习了感恩以后 感觉到的更多的是我付出了一笔钱 我给出了我的能量 然后我又换回了别人提供给我的这个服务 我感谢这个钱可以帮我换回来 所以更多的还给我的是一种底气 就是他帮了我有钱可以享受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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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生活 所以这一点还好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在每次花钱的时候 其实是爱生叹气的和我以前一样 但是这种感觉会吸引来更多的 你不希望出现的账单 然后财务 我以前就是觉得我不知道要怎么理财 我也没有真正的去下定决心去找个人帮我 所以这个是我接下来需要改变的一点 最后两题 23题 在回答完上述问题以后 你会如何评价你的总体状况 还是1到7分 哎 我觉得我嘛 就打个1.5 就是我好歹知道能给自己创造一些被动收入 然后开始攒钱 开始投钱 开始捐赠钱 而且我 嗯 开始了解我的金钱的潜意识 也开始提升我的自信去开拓更多赚钱的办法 所以就1.5分吧 嗯 然后24个 在回答完上述问题以后 你有何感想 来 你们说一说 你们有什么感想 啊 我的感想嘛 就是 我比我以为的 其实要知道的少的多 我要学习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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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还有啥感想呢 我真的需要这样一个人来到我的世界 告诉我什么是一什么是二 嗯 还有什么感想 就是我要踏出我的舒适圈 去认识那些有多种收入 多种净资产的朋友 生活的很自在很舒适的朋友 因为和他们在一起我才能亲眼看到 财务自由的人到底是什么人 哪里想的和我不一样 这样我才能够一点一点的靠近他们 所以 这个就是我做完测试以后的想法 那做完这个测试以后呢 你们就可以去看这本书了 那这本书呢 在微信读书里面就可以免费看 这个呢叫做 财务自由之路全三册 其实你光是看第一次 你就可以已经学习到很多对你有用的知识了 博多舍费尔 那你可以先去看他的小狗浅浅 如果你喜欢这个作者的文风 那可以去看这个成人版的财务自由之路 那其中我最最喜欢的一张 就是他教我们怎么样去培养自信的 那比如说在这里我搜索了一下自信这个关键词 在第三章里面就是说在第七章中 你会了解到为什么薪水受自信的影响 另外自信总是与众不同的 一本成功日记比起其他任何的东西 能够更系统更有效的帮你建立起自信 所以这个也是我从他这里学到的方法 亲身测验是非常有效的 另外每天写成功日记来建立自己的自信心 你把它作为一个日常每日的习惯和你的感恩日记 side by side这样去做 另外我们的期望决定我们会获得什么 而我们的自信又决定了我们的期望 就是上一集和大家讲的维多的公开课里面 我们的梦想和期望决定了我们能得到的上限 但是梦想又是由自信的规模来决定的 所以这本书真的我不能够再推荐了 因为我希望在这里的你们真的是 人缘很好身体很好毛皮和牙很好 心情很好的同时又是真的很富有很慷慨的人 就我真的希望以后我们在各个的自己的领域做得很成功以后 我们就可以在世界各地租一个这样的度假村 然后就是打着那个维多之家的旗帜 大家就可以在这里去探讨以后怎么样过得更好 我们可以去夏威夷或者是去马尾 或者是去泰国的什么一些岛屿 我们可以在那里去讨论怎么样去把我们的视野 你的兴趣爱好越来越细滑 越来越做得更深入 去服务更多的人 就是别人看到我们就会非常羡慕我们 因为我们是一群有自己的人生意义 活得很富有很放松很自在很慷慨 很喜悦很幸运的一批人 嗯这个是我对所有的我的关注者 我的订阅者的就是在我脑海里面的一个期望 嗯OK好了这期就到这里了 先是先给你们种下一个小种子 嗯那有什么好消息 记得私信告诉我吧 拜拜周末愉快 我现在就看我们就可以了 因为家里面的人 我现在就看我们的孩子 我现在就带我们来 我现在就看 Auf 我现在就看你了